各位要為大家介紹台南鮮魚麵 材料要準備 鮮魚200克 油麵300克 小白菜2隻 洋蔥拌粒 蒜頭5粒 蔥1隻 香菜適量 調味料要準備 醬油2大匙 黑醋2大匙 香菇筋1茶匙 糖1大匙 咖哩粉少許 胡椒粉適量 還有香油適量 以上就是台南鮮魚麵要準備的食材 台南鮮魚麵的做法是 先將清水洗淨的鮮魚 把頭去除 在魚上面清剁幾刀後 切成塊狀 用少許的鹽 醃片刻 香菜切斷 蔥切斷 小白菜切2公分段 洋蔥切絲 備用 鮮魚下油鍋 用180度的油溫 瞬間搶鍋10秒 倒出沥油 鍋中爆香洋蔥 蒜末 蔥段 下兩碗半的水 醬油 香菇筋 糖 咖哩粉 胡椒粉 然後把油面下鍋煮滾 接著撈起放入盤中 將小白菜入鍋 用太白粉水勾芡 再放入鮮魚肉 一起用大火快速拌炒 接著加入黑醋 香油 最後放上香菜 就完成了台南鮮魚麵了